谈谈也是一个我们最近中国研究院里面常常谈到的高层人士的斗争的问题 蔡奇跟李强之间 蔡奇现在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排名第五 但是看似是第五 但是实际是老二 就是我们这个题目也讨论一下 金章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蔡奇跟李强之间 还有所谓福建帮跟浙江帮 我们之间讨论很多 还有蔡奇最近受到习近平的吹捧 你怎么看 对我又在讲 我刚看完繁华 繁华一句话 那个叫耶稣的给那个 就是他提拔那个家伙就说 那个叫宝哥 宝什么玩意儿 宝总说 这个你知道吗 你有多少钱像是赞概念 第一你实际上有多少钱 第二是你能调动多少钱 第三是别人以为你有多少钱 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你问蔡奇是老几吧 这个问题有好几个答案 第一那当然名义上他是第五 第二呢 他实际上有多大权力呢 这个事就比较难 第三别人以为他有多大权力 这是更等于跟他玩弄了一些形象有关系 那我觉得呢 这个关键你来谈什么 如果谈实际事务 蔡奇这个家伙之所以能做到 比如作为大内在那儿清洗这个 清洗那个在习近平周围天天说 二义奉承的话 对于他不管国际民生 这个家伙他反正是老百姓热了 他也不管 他只要让习 他只天天就给习近平要入脑入心入魂 在那儿吹习近平对吧 所以但是实际上落到国际民生的权力 他基本上没有因为他不管 不是说他没有 他现在他他也不想要 因为他要稍微要一点承担点责任 他就不会说那些混账话 对吧 就不会那张那张混账嘴 就不会冒那么多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家伙的权力 你要看是在哪个方面 我还想说呢 其实他老几都不重要 他也罢李强也罢 实际上到了二十大之后 他们都是熙明的家奴 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什么党里的位置啊 他排地底那都是家奴 你说秦刚的命运就这样 习近平一言能让他这个 他把一年里能升三级 再一言一下就给他变成一个阶下球 那就是这个奴隶吗 所以他是家奴 你要说家奴中间排地底 这个是个挺非常复杂的事了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中间 这个家奴有几种啊 就是你说他排地 第一习近平最信任谁 他最信任他不见得罪 第二他最需要谁 第三他最他要最大限利用谁 第四他最防范谁 这四个问题提出来 你会发现这个排名吧 又是一个很难说 他最信任的人 未必是他最要利用的人 他最利用的人 未必是要最信任的人 对吧 就像这个刘邦打天下 人说他要套三杰 实际上最后我刚才讲 就吕后才是 最后把三杰弄得服务贴贴 就是吕后出面 对吧 如韩信 你看杀这些工程都吕后出面 所以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吧 你说谁是他最信 他在他位置最多 打仗是韩信 对吧 那还要分张良和萧何各管一块 所以这呢 就家奴中间的 关键是家奴中的位置 要老变 对吧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独裁者有个特点 他只要执政时间一长 离他最近的 他曾经最信任 排名最靠前的人 往往有清洗对象 这只有四个机制在一起左右 第一个呢 就是功高震主 对吧 要你呢 就功高震主 开始信任你也罢 利用你也罢 第二呢 就脚猝死走狗烹 对吧 等你完了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你 不需要你之后呢 就把你给弄掉 第三呢 就是替罪羊背锅 那现在习近平就这样 前一段来讲 定于一尊 要等于要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大家都学他的话 他现在又搞什么呢 你不能搞一刀切 定于一尊 是你说的呀 对吧 绝对的执行 那个叫什么 那个李鸿忠说的 叫忠诚不绝对 就绝对不忠诚 那大家只好就模仿 你的话说 最后搞砸了 你又不承担责任 你让别人来说 好像说别人 好像搞一刀切了 要承担责任 他要说这话 一定就是有人 要做替罪羊 那谁做最大的替罪羊 谁呢 就前一段时间 最可能名义上 最受信任的人 或者是实际上 做事最多的人 那最后一个机制 就是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就是正因为 原来你离我最近 那我呢 又很不安全 这时候呢 我可以错杀三千 因为还有三万个脑袋 愿意挤到这上头来 对吧 然后呢 我要放过一个 那就完了 那我就完蛋 所以呢 有这四个机制 所以说 我觉得呢 说谁是他的什么老二啊 这么说吧 习近平下面全是家奴 他想杀就杀 想想给什么就给什么 嗯 声明这个 不管这个 大家怎么看蔡奇 不过这个 曾经常委 加上这个中央数据署 第一书记 中还有中办的主任 那还有这个 监管意识形态 那个毕竟 所谓数大招风啊 是不是这样 均涛刚刚讲了一下呢 就是权数 从繁花讲起 繁花里面呢 那个亚树呢 是告诉 那个 阿宝 说这男人 有三个皮夹子 一个呢 是你 身上哪个 你到底有多少钱 一个呢 是你可以调中多少钱 你可以像 嗯 机构也好 朋友也好 你有那个信用 第三是别人 认为你有多少钱 嗯 那么讲到蔡奇呢 就你这个题目才 按照排名 七个常委呢 他是第五个 对吧 现在看起来 他就像是老二 因为习能夸他 而且不是一般的夸 就讲到 老大夸人 毛泽东在 七大以后 夸得最多的是刘少奇 包括八大以后 那么呢 刘少奇 其实老二是最危险的一个位置 嗯 刘少奇自己呢 到 要出事以前 他就说 可是现在他越来越 看不懂主席了 主席呢 老是跟他的正话 反说 反话 正说 就叫你猜 我现在猜不动了 然后再讲这个话不久呢 他也就被打倒了 然后毛泽东夸得最多的就是林彪 林彪 嗯 其实从七千大会起就开始了 所以林彪 讲的是林彪这种话 夸到最后呢 九二三 做了一个结论 关于这个东西呢 周恩来最懂 他最怕到老二的位置上 而在党内呢 这么风风雨 这么 追议会以来 他常常就被推到第二的位置上去 所以周是最懂得 这个老二的风险的 所谓储君吧 那么现在蔡奇呢 从老五到了老二 习又夸了他 他要是 仔细读书的话呢 他应该知道他自己 今天的地位是怎么样 所以就像 但有些人他不一定他读得懂 就像 毛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把位置让给了华国锋 实际上他是给华国锋 布了一个非常好的局 如果华国锋自己不蠢的话 几乎是不可破的一个局 毛留下的一帮左派 我王章江瑶 还有一些天然的 一些右派 叶剑英啊 邓小平这些 李先念这些 其实只要化去不动这个局的话 谁也动不了他 就左派和右派天天地斗 到最后呢 都得叫华主席来 给个说法 但是呢他就 不知道怎么呢 有人这么一怂恿 其实主要是汪中兴 邓小平呢 他是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命运如何 一怂恿了 他就把四人帮抓起来 他把这个局就破了 其实抓四人帮那一天 他自己的命运也就定了 这老人们一上来 就把他搬走 那是 不费摧毁之力的事 毕竟这些都是 开过的将帅 而他也就是个县大队的队长 他根本就没有底气 站在自己面前 王岐山呢 曾经也是老六 后来呢 一下呢 变成老二了 就反腐吧 刚开始的时候呢 十八大的时候叫做 习李新政 没有人替习王 他排到很后面 就差点就最后一个了 而后来就变成了呢 就习王反腐 没人再替习李了 那么在圈子里面呢 还有一个说法呢 叫叫鬼子六 就称他 其实鬼子六最早是称的是那个 公庆王一新 他懂洋物 所以称他是鬼子六 最后在清朝呢 也是全群一始吧 但慈禧呢 一只房子 就这么一个故事 我国内有个好朋友呢 搞历史的 写了一篇文章 很多年以前 他完全是 就是写公庆王的故事 他是研究 晚清民国历史的 公庆王呢 但是也不是一开始就精通洋物 也是一个公子哥 皇帝呢 要携手 实际上就要到西边打猎去 要逃嘛 就阴法联军来了 总要留个人 跟洋人交涉吧 就把他留下了 他还求他哥呢 就带我一块跑吧 不行 没带他 结果呢 跟洋人交涉来交涉去呢 他成了最懂洋物的人了 后来呢 又重用了 邓国班啊 李鸿章这些人 到晚清末年 很不错的一个人物 我朋友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他就被称为鬼子六 不知道为什么呢 当局 就敦你啊 觉得他在影射王岐山 王岐山跟习近平是什么 当时不是有各种用满清的大员吗 来影射中共当时的一些高官 比如说讲到庆庆王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到曾庆红 讲到鬼子六的时候呢 圈里面人认为就是王岐山 但我这位朋友呢 因为他是处在 不在那个圈子里面 他真的就是写 就是历史文章 就来了一个 结果呢 就被封号了 封了一个月 那我跟他聊天 我就讲了 你真不知道这个吗 他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写这段历史 我说实际上你就 犯了忌了 那个圈子里面 刚好是当时习王了 可能有一些冲突吧 然后的朋友就问他 你怎么就是 他我这次是不是 就是 写文章吧 就是没当心 就做了月子了 一个月才就封号才出来 那边是 他说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 是拿了拿犯了忌 后来网友就问他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不能说不能说 说再说就要做耗子了 就是就这么一种 所以就老二和老六也好 老五也好 他中间就有一种 在中国这个制度下 永远有这么一种关系 其实挺危险的 如果真的像 这个题目所说的 从老五已经晋升了二的话 我要是蔡奇的话 我 我就会挺当心的 赶快把中半族人 一个马兴瑞 对 因为蔡奇是一个 是个得罪人的火 对吧 李强是干活的人 蔡奇那是 管了一些干活的人 但是呢 要出了事的话呢 他手上其冲的 李强都会在他后面 和平 你在心上吗 如果你现在不在的话 来 君导补重一样 对 这个实际上 我接盛平那个话说 就是他讲到说 这个周恩来和林彪就说 那很早人就跟我说 说这个那还是 王大明还没写错 你说林彪啊 他懂毛主席 懂一半 他说呢 这个他为什么 他知道毛主席最需要的时候呢 他要出来 所以他以为 就掌握毛主席了 他说呢 林彪每次在毛主席最需要的时候 出来 不论是打仗 还是搞国内政治 对吧 包括整那个庐山会议之后啊 什么 那上来要就把 复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什么这类的自由 他说呢 他以为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赢得毛主席信 他说但周恩来知道 你也还知道毛主席最防着什么 所以周恩来就懂 所以毛主席到了什么 那时候潘国平跟我说 他说他开始对周恩来很崇拜 就是当时那个潘司令啊 就最早上海造反 这个盛平也很熟了 和平也熟 那他说后来 他第一次看不起周恩来 排名在前 就周恩来故意出来之后 马上站住 让江青走到他前头 然后这样的话 他然后在后面还要挥着保书 然后还要说 江青是毛主席什么最好学生 实际上周恩来知道呢 当时你拍毛泽东的马屁都不够 你给前面还是得拍一个 就是哪怕就是到林彪都完之后 他也不做二八 刚才盛平说 他把王洪文滴流出来做二八 他也不做 那就说他人家说 周恩来就把毛泽东琢磨透了 你弟子知道呢 就你是奴才 你就要知道 你这主子最需要什么 在最需要的时候 你要上得去 第二 你还得知道 你主子最忌讳什么 你要躲开他 所以我想起那个谁 高文谦跟我讲到 说这个谁 说那次就是周恩来 不是当时 这个美国跟金银河谈完之后呢 后来那个 实际上 周恩来有时候要请示 就是关于新疆布局 毛故意就不见他 后来最后呢 周恩来就组装 完了毛接着开会 让唐文生和这个王海荣去开会 开会船呢 后来就批舟 最后呢 说让邓列席 后来毛特意问他们说 这个邓发言没有 后来呢 那个说发了 他最后说的不痛不痒 他说说什么了 他说呢 邓说呀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要注意不要越位 后来毛就哈大 说我就知道呢 他会说到点上 接着呢 就脸一沉 说黄黄 王海荣和唐文生 假传圣旨 说总理呢 还是总理 然后就他就 这个这就是不是说 这个谁啊 刚才那个 邓平说啊 这个就权术 我想习刚上来没有 但是坐到那个位置上 他为了自己的安全 最后慢慢慢慢 他就会 所有帝王那些坏毛病啊 他都会养 OK 蔡奇 从老五变老二 是不是还理想在哪里 这个我们谈论很多 我相信呢 未来还有很多戏可以上 如果和平 现在在开车不方便的话 我们这个蔡奇 这个议题呢 就讨论到这个地方啊 谢谢黄胜平 谢谢王君涛 谢谢何平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啊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今天呢 中文英俊院就到此告一段落 明天1月13号 台湾的总统大选举 那明天晚上 美东时间 大概明天早上呢 大概就会结果了 好 我们会在中文英俊院 来做这个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今天中文英俊院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再次谢谢黄君涛 谢谢黄胜平 谢谢和平 好 谢谢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